好,各位同学,来欢迎跟着黄老师一起学KK音标 KK音标呢,老师呢,预计大概分八次的课,来把它全部上完 那八次呢,大概其中三次呢,我会来教母音 其中的五次呢,我们来教子音 也就是说母音我会分三次了 那今天呢,就是第一次,也就是老师呢,预计是教这五个母音 有没有看到,这是预计教第一次 然后第二次呢,我可能应该会教到 教到这里好了,教第二次 那第三次呢,我会教接下来的 这是第三次上课 也就是我们分三次把这个母音教完 那有太多的老师呢,都在教KK音标 那,诶,那我教要有一点特色嘛 我的想法是,我应该会精选 大概最简单的21个英文字 然后来包含所有的母音和子音 也就是找21个英文单字 然后当作非常好的这个例子 来做教学 那KK音标,KK音标 我们学了半天,有很多同学呢 都不知道什么是KK音标 好,老师简单的说 一般常用的呢,是有两种音标 一种是KK音标,一个是DJ音标 KK音标,顾名思义,有两个K,表示呢 是有两个作者 哪两个作者呢 一个是Keyong,一个是Not Keyong跟Not呢,都是他们的姓氏 就是这个last name 我们基本上就取这两个作者的last name 然后组成起来 代表第一种音标系统 这是一种美式英语所发音的一个音标 所以它叫Keyong and Not Phonetic Symbol 那第二个常常用的音标 另外一种叫做DJ音标 DJ音标就是一位学者 这次作者只有一位 是Daniel Jones 那基本上呢 这个是在英国 他们的发音会比较常用DJ音标 那音标也有分很多种分法 像有人会说 音标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单母音 一种是双母音 那什么是单母音呢 单母音就是像 你看看右手边这边 从这边到这边 都是由一个音标元素所组成 这一种上面这一块呢 就是单母音 下面呢 这一些就是双母音 你看有两个英文字组成的 对不对 这三个都是双母音 当然呢 音标还有一些学者 他会分长母音 短母音 还有叫弱化音 像刚才双母音老师 这样是有三个 对不对 是长母音应该有四个 短母音呢 应该有七个 有一个是弱化音 这日后我慢慢教会学到啦 不过我们现在要先学母音 母音同学 你知道母音有几个吗 母音有十七个 很奇妙 这十七个数字 你会发现哦 原来音标这样学完 跟这个七这个数字 非常有缘分哦 七真的是 Lucky 7了 好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切入重点主题 也就是我们从第一个母音 来开始教 然后我们教连续五个母音 好 那第一个母音呢 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长母音 这是长母音 念起来呢 就跟注音符号这个一一样 所以念起来是一 那这些字呢 很常见 比如说像这个 座位的座 他念成seed 诶 有些同学说 诶 老师你怎么突然 右手边这个 出现二十一个单字 这就是老师答应你的嘛 我会精挑二十一个 英文单字 来包含这 所有的母音和子音 那还有哪些字 也是发长音的 意的音呢 有很多啊 这个以后你会慢慢学 不过老师就精挑一个 就是seed 这个字 座位 好 所以写的时候 你要这样写哦 这音标的符号 就是这个一个中跨号 中间放一个 这是长音的 第二个呢 这个 有没有看到一个短短的 这写法是这样子 写法是一个 I 在中间 你上面多一个两小杠 这样子 这样子 好像两个东西 把它拘束在一起了 所以 它念起来是像 短母音 它就是像 刚才的 E哦 念短一点 念起来是 E E 有没有 像右手边有哪些例句是 短母音的 E啊 像这个 瘦的 薄的 细的 Think 对不对 再来 我们来介绍第三个 母音 这个念起来 有点像是 A 有没有 这就是中 注音符号 有点念起来像 A 所以念起来就是 A 尾音要拉长 所以它是一个 长母音 它是一个长母音 这写法呢 就好像一个 马卡龙一样 有没有 所以中间有一个 E 这个E呢 就会提醒老师 哦 它是要拖长音的 拖长音的 有没有 啊 中间有一个 E 有哪些字 事发 A的音呢 来我们看右手边这 些字 我们来一起来找找看 哦 有 有这个 Player 有没有 所以它是念起来是长的哦 看起来老师只跳了这个 Player 其实有很多字 像 Cell 有没有 大拍卖 Cell 啊 如果你音标呢 是这样写Cell 啊 它也是念A的音在里面 啊 Player 也是啊 啊 好 就很像我们注音符号的这个A的音 所以念起来呢 是A 你会发现老师念的时候 发音比较短处 有没有 A A 对不对 嘴巴我是半开而已哦 半开而已啊 哈 所以呢 这是一个什么音呢 是一个短母音 所以这个是A A 那A的字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看右手边有哪些字啊 找一个倒山 没有错 Bad 对不对 啊 是短母音 Bad 还有哪些是倒山的啊 来看看 登登登登 还有一个 有没有 这一个 Yet 有没有 Yet 啊 这就是 副词 用于否定句的副词 像是还没有 最常讲我们常常说 Not yet 有没有 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还没有准备好要出门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 这一个小单元的最后一个母音 这个像有一个蝴蝶一样 写法就像老师这样写啊 我再写一次哦 先写中括号 然后这样写 咦 这个念法呢 就很像注音符号的 但是呢 也是一样短 但是呢 念的时候 嘴巴要张大 嘴巴要张大哦 跟刚才这个半开 是有点不一样的哦 嘴巴要张大 就好像 吊死鬼一样 这个吊死鬼 嘴巴张大 你这个人被吊死 是不是舌头都会吐出来 哦 然后下巴要尽量往下拉 哦 这是一个短母音 所以它念起来是 哎 这个念起来是 哎 听得出来这个差异吗 这个念起来 哎 这个念起来 哎 对不对 这个会嘴巴张比较大 这个嘴巴是半开 而且这个念起来会 声音会比较扁一点点 扁一点点 好 那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例子 啊 是发这个蝴蝶音 这个 啊 的音 哈 来看 啊 我们来看 哦 有 闲聊聊天 这叫做 chat 啊 chat 啊 还有呢 像这个 常常我们念 bad 对不对 还有一个常常跟他搞混的 就是 我很坏 这是一个形容词 坏的 啊 这念的时候 要比较扁 啊 bad 啊 听听看哦 bad 但是这个念起来是bad 对不对 这是bad 啊 好 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些是 蝴蝶音 嗯 哦 这里 对不对 地图 map 地图 map 还有哪些 嗯 我再想想看还有哪些是发蝴蝶音的 哦 比如说像是 fat 啊 肥胖的胖 这是一个形容词 那老师就介绍到这里 那回家呢 好好把 这五个 老师今天教的 这五个 母音 好好做个练习 好 那 下次再见 拜拜